都是台湾的威武的登场 所以我觉得 我不坚强的 由台湾生命之窗慈善协会举办的 身在其中include SMA特展 于12月4日在台北南港平盖工厂文创园区登场 主办方邀请艺术家 以俗称健动症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为展览主题 藉由不同创作手法的艺术作品 呈现SMA病友的生活与困境 希望唤起民众对罕见疾病的关注 现场展出摄影作品 新媒体艺术和纪录片等 不同形式创作 其中 艺术家张燕慈的《行者之图》 吸引现场观众与之互动 《行者之图》以医学角度出发 结合程式和多媒体技术 侦测观众移动的位置 以呈现不同材质状态的人体骨架 让观众在互动过程中 感受SMA病友 面对自身身体状态时的心理拉扯 就是表达说在社会中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 喜欢不同的东西 然后大家 但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包容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空间之中 好 别人再拍 来 来 来 下 拍摄 导览过程中 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 坐上轮椅 体验VR技术 艺术家洪玉豪的作品 《寻声像》 让观众静坐在轮椅上 以特殊视角观看VR影像 来感受SMA病友 随着时间 渐渐丧失的身体机能 除了业界艺术家 现场也展出并有的艺术作品 来向大众展现他们 不受疾病限制的艺术细胞 和日常感受 如并有周宇轩的 不理解乐园系列 Flash in Dreams 透过描绘扭曲 拆解的身体部位 来表达身为SMA病友的 身份认同及身体感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身体的意识 或者是对于身体的 探索的过程 其实也关系到身份的认同 那有时候这个事情 在社会里面 是很容易被禁止 或者是被忽视的 可能会很习惯地认为说 你应该要 就是听从别人的安排就好了 主办方也在展览入口处设立投票箱 邀请民众联署呼吁政府 正式SMA病友用药问题 罕见疾病防治及药物法成立20多年 至今仍有超过9成的SMA病友 不符合用药资格 累积多年的健保争议 无法被政府重视改善 巨额医药付建费 也让病友和家属相当无力 健保局应该是让全体照顾弱势 大家一起用药 日本都开放 大地也开放 很多国家都开放 我不想到你 我们健保局还在坚持什么 我觉得社会大众如果假设 能够活用更多的关怀 更多的关心 然后让他们能够早期的治疗 其实这些孩子和这些家长 不见得需要承受这样的疫苗事 主办方花费一年时间 筹备SMA特展 希望展览能完整呈现 SMA病症和病友困境给普罗大众 也让大家知道 轮椅无法限制病友们 对生活的热忱 未来也将持续透过艺术创作 来实践 挥洒他们的生命意义 记者张倩怡 邱凯奇 陈士轩 台北采访报导